来到国民党大本营 信义区福德街 蒋万安情少市场频频握手 展现高人气 选前黄金周末 对手黄珊珊同样冲市场 摊伴拥抱抢拍照超热情 黄珊珊的婆妈粉丝 一点都不输给蒋万安 蓝白各自拼搏争取支持 黄珊珊二十号晚间 还在台泥松山停车场大造势 不仅跟蒋万安选前职业同地点 被说又超车抢在蒋万安之前举办 但是却遭指控被师府动员公务机关相挺 更传出不止一个消防分队 收到造势晚会讯息 黄珊珊否认到底 我觉得有什么就交给相关单位去调查 强调动员争议 应该交给相关单位调查 不过自己过去三年副市长 却被对手陈时中团队 以泡水车短片影射 不知在做什么 连维福部长薛瑞源也说 蒋山两人在选战期间狂打疫情 是因为陈时中党人财路 我觉得薛瑞源一直都搞不清楚状况 仇恨直高是因为 没有让人民及时的达到疫苗 重点在于谁可以当前客 谁在中央执政 如果真的有前客 讲出来 大家给你拍拍手 蓝白争抢选票 黄珊珊半兆事抢曝光 要在蓝绿夹杀之下杀出重围 但是争议却也没停 375刘安静 陈亚豪台北创造